大家好我是蔡蔡 消失了一个星期 出去学习了一个星期 然后我这一个星期特别特别忙 没有时间拿手机 现在终于出差回来了 我已经到家了 发现了我们家里 下的都是血 哎呦我的天哪 掉了 咱们人来接我 快快快 冻死我了 赶回来陪你们过元宵节 我们昨天连连回来的 我的战利品 给你们每个人带的小礼物 好看吗 出去了一个多星期 明天孩子们就全部都要开学了 今天晚上我相信 很多孩子都会加班 就是全国的孩子们 应该都会加班 是吧 为啥 作业最后一天 实际歇呀歇呀 看我们家老三爷逃不了的 两个小时我终于给他检查了 两个韩家作业 自己完成了 检查了 有几个册的已经改了 然后这个词也改了 他的日记也给他看了 然后还有这个超歇 最后还剩两项作业没做 一个是检查 一个是手淘宝 现在正在赶呢 这个日记呀写的 我给你们透露一下 老三的日记 一个 一个年写的日记都是 今天姥姥带我去吊水了 明天姥姥带我去吊水了 后天姥姥带我去吊水了 全部在吊水的过程当中度过 他还说 就我一个人吊水 没有人看着我 真可爱 赶紧写吧 写了马上我们今天元宵节 晚上准备下点元宵吃 姥姥应该已经把元宵都给下好了 我去看看啊 我们家元宵家节快乐 我也想赶快吃个元宵去加班 加班看哈 写作业 说出了所有人的牺牲 昨天南瓜也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小大学还要上学 不给我们多放两天 开心两天 我不知道明天早上几点去 你明天早上八点多去 要是我就是我希望 你为什么希望开学 你作业是最没完成的一个人 你反而最希望开学 你不怕老师批评你 我的意思是说 反正开学 跟作业说在电 你是不是最讨厌的寒假作业 寒假作业 真心 太痛苦了 大肠包小肠 原宵在胃里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一定要吃元宵 没加班都给你加班 大姐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然后 希望今天晚上八点之前 能够收到延迟开学的通知 在同学面前 别说刚刚你活的脑子 为什么 不能让人接你老底 是吧 以后在你同学面前 我说彭洪泽八岁的时候 还在尿床呢 此时此刻已经是八点钟的时间 八点钟的时间 彭洪泽小朋友 你的作业还剩几个 还剩吗 这个简直剪 大姐二姐他们的作业 估计一分钟就做完了 还是吗 你是跟大家爱姐比赛是吗 加油 爱姐此时此刻 爱姐以前从来不是这个样子 今年有点放肆了 没有 今年回老家玩得太嗨了 所以呢 就作业没有做 来 我看还有多少 还有那么厚吗 我想知道这么厚 还有多多多长时间能写完 加油 加油 你还有多少周页没写完 我看 我都写完了 然后我就 数二小时 你让我中考 备战中考是吗 加油 我是第一个加班完成的 恭喜你加班完成 没有工资的加班 马上新学习开 开始了 有没有准备好 有 要好好学习 听老师的话 认真听课 妈妈希望你在新的一个学期里 你要更加的自信一点 就是 你上学习不是学校里有一些节目 你不敢参加吗 以后呢 你就可以大胆的去参加 得不得冠军没关系 重要的咱们是参与进去 很重要的 锻炼自己 好不好 好 好 好